跆拳道国手罗嘉玲走进机场 准备前往巴黎奥运参赛 粉丝尖叫声不断热情应援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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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援团举着大大海报相当热情 每个人都想跟国民伦友拍张照 不过这次作为台湾队最后一批选手 参加巴黎奥运 罗嘉玲也透露过去就有到法国比赛的经验 对环境还是相当熟悉 之前有去过巴黎比赛 对那其实对巴黎的环境算是蛮熟悉的 那这次奥运的话 其实自己是蛮期待中继站 然后还有所有服务项目 因为这次做得非常的完善 除了跆拳道外还有举重代表队 其中最受瞩目的举重女神郭信淳 与其他好手方婉玲 陈文慧一同出发 现场粉丝也是相当热情 其实比较后面比赛 所以时间上也比较充足一点 但是因为有上次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能够把现在的状态 带到比赛然后全力以赴 郭信淳谈言比赛紧张难免 虽然身上呆上还是会调整好 最佳状态全力以赴 不过对这次已经遗憾止步的戴姿颖 杨永维等人郭信淳也是一度哽咽 会想哭啦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是 我觉得运动员可以要走到这样子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而且非常辛苦 然后也真的就是 真的辛苦啊 然后台湾队最后一批选手 周四完间正式前往法国参加奥运 带着大家满满的祝福 全力出战 三立新闻实名器成员 报道